心肌梗塞造成的猝死时有所闻 但有一位中年男子却异常幸运 心肌梗塞连续发作了四次 却还能健康出院 如果是急性心肌梗塞发生 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心肌梗塞这件事 心肌梗塞就是血管血流不通 然后造成后面的心肌受损 这些东西不会马上往后的带走 心肌梗塞最可怕 其实它会发生的当下 有可能会发生所谓致命性心肌不振 当致命性的心肌不振发生的时候 这患者死亡率就突然间起高 如果没有发生致命性心肌不振 心肌梗塞发作时 只觉得心脏有点疼痛 所以这位患者才会不以为意 反复发作到第四次时 因为出现心音性休克的情形 这时候患者才感受到生命威胁 开始乖乖接受治疗 医师表示 心肌梗塞是多种原因导致的疾病 除了要控制三高 戒烟 胆固醇也是关键之一 建议按时服药 同时调整饮食 多运动 否则若是幸运之神不眷顾 心肌梗塞第一次发作就会拜拜了 东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